第99一章 一个轮回 敌九看着周围一片荒芜的黄土地 他闭上了眼睛 心里有一些热情和澎湃 就是这里 当年他就是在这里跨了轮回桥 然后借助轮回桥进入轮回通道 倒映气息从敌九的脚底蔓延 然后渐渐将敌九笼罩在其中 短短数息时间 虚空之中就出现了一条黑色的轮回木桥 敌九的目光落在这轮回桥上 他忽然感觉到这轮回桥似乎和以往有些不同 轮回桥越来越清晰 慢慢地延伸到了敌九的脚下 敌九深深地吸了口气 抬起脚跨入了轮回木桥 一步 两步 随着敌九越往轮回桥中走 他的身影越来越淡 最后化为虚无 轮回桥依然横跟在虚空之中 落在残破的黄土地上 也许是过了无数个轮回 也许只是过了一瞬间 在轮回桥的另一端 敌九的身影慢慢显现 然后是一个模糊的轮廓 随着敌九越靠近轮回桥的另外一端 他的身影也是越来越清晰 当敌九的双脚再次站在这残破的黄土地上时 此刻的他已经回到了当初进入轮回桥的时候 唯一的区别就是 他现在的手臂完好 敌九手一抬 身上已经多了一套蓝色修饰服 一直没有动的修为 此刻已是河道圆满 敌九抚摸了一下胸口的玉 他就好像做了一个梦一般 当他从轮回桥回来的时候 梦已经醒了 但他很清楚 这不是梦 而是真的轮回了一次 轮回路上 曹熙完善了他的道心 可是他的道心真的完善了吗 曹熙还是走了 甚至还多了一个让他牵挂的狄精熙 至少到现在为止 他不知道自己刻意去轮回一世 完善道心 是对还是错 曹熙和他一样 同样不知道 叹息一声 敌九一张手 轮回桥落在了他的手心 不对 敌九抓起 轮回桥立即就感受到了 不对 他对轮回桥的控制和亲切程度 竟然比之前要原论太多 之前 他其实并不经常用轮回桥对敌 一个是真正强大他很多的对手 他用轮回桥也对付不了 第二个是一般的对手 他无需用轮回桥 可是他之前掌控轮回桥 从未有过现在的这种原论如意的感觉 这绝对不是修为提升的缘故 敌九立即就想起了那个 被他从轮回桥中抓出来的残破元魂来 那个元魂不知道在轮回桥中多少年了 为什么他抓出来的时候 竟然不知道对方是谁 是什么时候被镇压进轮回桥的 敌九的意念融到了轮回桥中 轮回桥中哪里还有残魂气息 就算是有 在他一念之下 也被轮回桥碾压得干干净净了 岂能在多少年后 被他随手从轮回桥中抓出来 死 敌九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阴阴有些明白过来 他应该是一直都没有彻底掌控轮回桥 原因就是轮回桥中那一道残破的元魂 那元魂被轮回桥 不知道镇压多少岁月了 还能存在 有多可怕 他无意中竟然帮助了一个可怕的存在 敌九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到 那个被他救了的残破 元魂在用了回手菩提后 第一时间就会来找他 找他自然不会是宝恩 而是要他手中的轮回桥 敌九一回手 轮回桥落在了他的尸海之中 要他的轮回桥 呵呵 恐怕那家伙 还没有要到他的轮回桥 杜布已经找上门去了 他就不相信 杜布不会跟踪回手菩提子的下落 那家伙用回手菩提子轮回 杜 不不找上门 去 才是怪事 杜布 敌九的头皮 突地一阵阵发麻 他想到杜布这个名字的时候 竟然有一种极致的危机感觉 常年形成的危机意识 让敌九没有半点考虑 他毫不犹豫的一个规则遁数 从原处顿走 然后半点都没有停留地撕开虚空 随即整个人冲进了虚空之中 几乎是在敌九顿走的下一刻 敌九所在的位置 出现了一名先锋盗鼓的男子 这男子抬手在敌九消失的位置抓了一下 然后闭上眼睛 只是片刻时间 他就睁开眼睛 男男说道 轮回桥 轮回桥 怎么会出现 不对 说完不对两个字后 这先锋盗鼓的男子身形一闪 跟着就出现在了 敌九撕开虚空空间的位置 随即抬手也是撕开了虚空空间 然后跨了进去 不过他没有继续追下去 哪怕是他 到了这里后 也彻底失去了敌九的气息 杜布 你跟丢了 一个慢条丝里的声音传来 随着声音之前 和杜布下棋的肥胖 行者出现在了杜布的身边 杜布点点头 丢了 但我竟然发现了轮回桥的气息 你说 会不会那个敌九得到了轮回桥 然后借助轮回桥去轮回 而没有用我的 回首菩提子 肥胖行者 也是皱了眉头 两久之后 摇了摇头 这应该不大可能 除非他当时 认出了 你是杜布 第一敌九根本就不知道 你要对他如何 岂能猜到 你是杜布 第二你的回首菩提子 明显被用了 回首菩提这种宝物 谁舍得交给别人 而且 这里除了敌九 也没有人有资格 用你的回首菩提子 除非敌九不是 在这里用的回首菩提 而是离开了这一届后用的 杜布肯定的摇了摇头 不 我肯定 敌九就是在这里用的 肥胖行者 呵呵一笑 那还要什么好犹豫的 去看一下 他轮回的介遇 查一下不就行了 杜布叹了口气 只恨那个老道 如果不是那个老家伙 五行宇宙的天机 全部在我掌控之中 小小一个蝼蚁 岂能从我手中离开 肥胖行者 呵呵一笑 其实那是好事 如果五行宇宙天机 不被蒙蔽 你知道 那老道 他一样知道你 敌九停了下来 他感觉背后出了一层冷汗 他肯定是杜布盯上他了 他心里只有一种庆幸 若是他晚一点 敌九肯定他比起杜布来 应该还差一大截 这是一种预感 没有理由 无论如何 在没有夸入第三步之前 他不能让杜布知道自己的去处 但他要去哪里正到第三步 望山之巅 他和杜子痕都知道 叶子峰去了望山之巅 很有可能是为了第三步 不过敌九觉得 望山之巅 正到第三步不适合他 而且他 甚至感觉望山之巅很危险 很有可能是离开五行宇宙的通道 混乱剑 破须道军就在混乱剑 当初 破须还借助风轩带信给他 让他去救了杜子痕 玄黄天外天 应该没有什么事情 他现在最好是不要回去 被杜布这种人盯上 可不是开玩笑的 杜布这种开天强者 别人的性命 在他看来 都是蝼蚁 说是疯子也没错 就算是自己不惧他 一旦打起来 人家一巴掌恐怕 就灭掉玄黄天外天了 他和杜布不同 两人的道也是 完全不同 他的牵挂太多 敌九叹了口气 他既然没有地方 可去 摇了摇头 敌九决定 还是去施道界 去施道界 将商会决的阴阳八卦图 拿回来再说 不过 在去施道界之前 他要去找一下望川和秋水 以他现在的实力 找到望川和秋水 应该没有多少问题 第992章 别在五行宇宙正道 以敌九现在的修为 再次回到道界 仅仅是撕裂数个虚空戒鱼而已 完全不需要和之前一样 要通过虚势 在通过虚空之海 当敌九撕开道界戒鱼的时候 脚下是一片大湖 这大湖 他认识 寻狐 他在寻狐外面布置过一个大阵 来的时候 按照自己的气息撕开戒鱼 果然是回到了寻狐 寻狐在道界也叫着迷失之狐 当年敌九修为 还很弱的时候 就不惧寻狐的迷失 现在自然是更加不惧 敌九睁开道童 寻狐方圆数万里 进阶在道童之内 一对轻衣轮 从敌九的视线内飞过 敌九 不由想起了 当初自己救下的那一对轻衣轮 那一对轻衣轮 得了他的戒指 现在的实力 应该是远胜其余的轻衣轮了吧 敌道友 一个虚弱的声音传来 敌九下意识的神念扫出去 不过不等 他看见周围的情况 他就明白过来 是自己的一个真灵世界 敌九的神念 立即就落在了真灵世界中 呵呵一笑说道 老汪 看样子 你恢复的还行啊 汪百宫 是唯一一个从造化之门中出来的修士 只是当初汪百宫 被天帝盗尽禁锢 差点被天帝规则碾压了 还是敌九出手 救了这家伙一条命 现在看汪百宫的情况来说 想要彻底恢复 还要很长时间 说他恢复的还行 只能说是小命保住了而已 现在 他是勉强可以交流一回 这是一件好事 汪百宫显然还是很虚弱 可见天帝盗竟有多可怕 这是遇见敌九了 敌九刚好误了顿趣的一道 则 否则的话 宇宙之间 还真的没有人可以救汪百宫 敌道友 我气息还是太弱 只能将一些紧要的东西 和你说一下 汪百宫说完后 喘了口气 又继续说道 我还不能长时间说话 之所以着急 现在说 是因为我担心 你在这里正到第三步 敌九疑惑地说道 难道我不正到第三步 等着别人变强 汪百宫喘息几口 急切地说道 不是 你在五行宇宙正到第三步 就算是再强 也只是五行宇宙登顶 跨入造化之门后 那些强者实在是太可怕 似乎想到了那些可怕的家伙 汪百宫说到这里的时候 下意识地打了个机灵 敌九没有插话 否则的话 汪百宫现在应该还需要恢复 才是 五行宇宙最强的是杜布 不过度 不被他的弟子杜墨暗算了 但杜墨可不一般 此人不下于当初的杜布 号称五行圣主 他的实力 在五行宇宙 算是最巅峰的几个人之一 可在造化世界 他还是不够看 五行宇宙正到 最多只能称霸五行 汪百宫喘息了几下 没有再说下去 他不得不担心 一旦敌九被人拍杀 他汪百宫 还是一个死字 他能活着从五行宇宙过来 那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让他现在去死 他可舍不得 敌九却已经明白了 汪百宫的意思 那就是 五行宇宙的天地规则 那些强者都了如指掌 就算是他在五行宇宙修炼到再强 也挣脱不掉五行宇宙的这个框框 敌九也没有解释 第一度不肯定还活着 第二 他的功法早已超越了五行宇宙 他修炼的是自身大道的规则道 等到了第三步后 他将用自己的规则 构建属于自己的世界 现在只是他没有找到可以构建世界的地方而已 只要让他找到这个契机 他将会完整地构建自己的世界 跨入造界境 所以汪百宫的担心是多余的 汪百宫是什么人 说他老妖精 也是抬高了妖精这个词 他一看敌九的表情 就知道敌九根本 就没有在意他的话 他有些急切地说道 敌道友 请你务必相信我的话 你只要在五行宇宙正道 无论你正的是什么道 你都脱不了五行宇宙范畴 将来是被人碾压 我道横太低 可道理我是懂的 汪百宫闭上了眼睛 继续修炼疗伤 天地道境实在是太过可怕 敌九听到这话后 眼神却是一跳 他修炼的是自己的规则大道不错 可汪百宫说的也没错 就算是他修炼的是自己的规则大道 将来他跨入第三步的时候 只要在五行宇宙中 就无法彻底脱离五行宇宙这个框框 或者说还受到五行宇宙的道则影响 多谢了 敌九一抱拳 取出一枚疗伤道果 递给了汪百宫 深渊河道果 汪百宫激动地抓过道果 毫不犹豫地一口吞了 下去 哪怕他修炼到今天 河道道果也没有见过几枚 敌九随手居然给了他一枚河道道果 敌九果然不是简单人物 这道果 还是敌九在天无宇宙虚空得道的 当初被疾风欲当成私人的物品 结果被他拿走了一些 多余地被他反馈给天无宇宙了 汪百宫的话 让他心里多了一些警惕 他虽然没有想好在哪里 正到第三步 却没有想过 离开五星宇宙 去正到第三步 汪百宫的话 让他觉得 自己要正到第三步 最好还是离开五星宇宙 一道犹如刀削的白芒 从敌九脚下卷起 化为了一片虚无空间 轰向敌九 敌九心里一惊 哪怕他的顿数 已经是这一方宇宙极致 依然被这一道白芒扫过妖际 卷起一片血雾 好厉害 敌九暗自惊叹 寻狐的这种刀削空间 恐怕才是最可怕的 当初他是没有遇见 若是当初他横渡寻狐的时候 遇见这种刀削空间 他能不能活到今天 以他现在的实力 刚才如果不是逃得快 恐怕也被这刀削空间撕裂了 刀削空间撕裂过后 数百丈高的巨浪席卷过来 敌九一步就落在了一道浪花的浪间 随即就是一声长啸 道童彻底张开 当初他遇到的时候 都不惧在寻狐 现在他河道圆满了 寻狐也想要吞掉他敌九 刀削空间也不行 道童之下 敌九惊疑地看见了寻狐湖底 还有一座黑色的宫殿 宫殿被屁水大阵护住 看起来气势很是磅礴 敌九的道童穿过屁水阵 让他惊异的是 在这宫殿外面 定着一只轻衣卵 这轻衣卵 不知道被定了多少时间了 可敌九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一只轻衣卵 就是他救过那一队中的一只 敌九还是第一次知道 寻狐底还有一个宫殿的 他几乎是没有考虑 直接一步跨入了湖底 轻衣卵是成队出现的 这一只被杀 按理说另外一只 也应该被杀才是 而且轻衣卵很是珍贵 如果修士抓到了轻衣卵 绝对不会用这种方式 定杀在黑色宫殿外面 碰 敌九双脚落在宫殿外面 一拳轰了下去 咔嚓 外面的屁水大阵 被敌九这一拳轰得四分五裂 湖水瞬息席卷了大殿 敌九一张手 这一只被定杀的轻衣卵 就落在了他的手心 竟然是被剥夺 魂魄元气而亡 敌九哼了一声 将轻衣卵送入了第九世界 他的目光落在了黑色大殿中 他想要看看 是哪一个变态的修士 剥夺了轻衣卵的魂魄元气修炼 还要将轻衣卵定在洞府之外 当初那一对轻衣卵 他可是将其当成朋友的 今天却发现被人定杀了一只 可见另外一只 必定也是凶多吉少 第九九三章大便的道剑 拳头再次落下 轰的一声 大殿门被敌九一拳轰成碎炸 一尊轻衣卵雕像 出现在敌九的面前 轻衣卵雕像 足足有十数长高 唯语七彩 看起来就好像真的一样 这尊雕像被法阵拖住 悬浮在空中 敌九的神念横扫进去 却惊异地发现 这里竟然没有任何 修士修炼的痕迹 也没有任何 生命存在的痕迹 大殿的确大 可怎么看 这里都像轻衣卵的老巢 轻衣卵的老巢 敌九皱起眉头 在轻衣卵的老巢 还有轻衣卵被钉杀在外面 还有 既然这里是轻衣卵的老巢 为何一只轻衣卵都没有 如果说寻狐没有轻衣卵 也就算了 可敌九刚刚落在寻狐之上的时候 明明看见了有轻衣卵存在 敌九寻找了一圈 没有任何收获 他没有毁去这一尊轻衣卵雕像 转身跨出了寻狐 不过因为敌九一拳轰碎了黑殿 也轰碎了屁水大阵 这一尊轻衣卵雕像 就算是在寻狐之中 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 不对啊 敌九冲出寻狐的时候 就感觉到道界的气息不对 神灵气不但溃弱的厉害 甚至还冲澈着一种没落气息 当初敌九走的时候 道界虽然规则并没有 玄黄天外天周围的几大介于 天地规则弃圈 可也是能出河道强者的地方 而今天他来这里 这种天地规则 不要说出河道强者 就算是出混元修士 都了不起了 道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特别是那种没落的气息 敌九皱起眉头 这种气息他很熟悉 短短时间敌九就想起来了 当初他刚刚前往仙界的时候 就是这种气息 那个时候仙界正是黄昏的时候 还是他寻找回来了仙界的气域 并且用一件仙天宝物 将仙界气域镇压 四方仙玉才会慢慢地恢复元气 而道界可是比仙界要去强大太多的界域了 这种界域 就算是有人想要剥夺气域 也不可能半倒 因为天地规则太强了 想要剥夺道界 气域 让道界陷入黄昏 第一修为至少要比他高 第二对天地大道的感悟 至少要超越了道界的规则层次 这要达到第三步啊 而且还不是寻常的伪第三步 是真正的第三步 敌九估计除非杜布 否则的话 一般的人还真办不到 敌九不相信杜布会无聊到来 剥夺道界气域和规则 道界等级再高 恐怕也不会被杜 不放在眼中 敌九加快了速度 他第一要去的地方 就是道界宗门联盟 道界宗门联盟的盟主 吴浅雄倒也罢了 这家伙敌九有些看不起 不过左护法狂一人为人不错 虽然试过了一些 道也值得一交 规则顿数 甚至比某些瞬移还要快 仅仅数个呼吸时间 敌九就出现在了大野圣道城 道界宗门联盟的总部 就在大野圣道城 让敌九震惊的事 此刻的大野圣道城 就是一片残破不堪的景象 不要说圣城护镇 就是城里面的街道 都被轰成了残墙断壁 什么隔绝禁止 全部被轰碎 道界宗门联盟的总部 更是被轰出来一个大坑 若是说 这里经历了一场大战的话 却又不大像 因为还有一些零散的修士 来来去去 甚至有一些零食摊位 在摆着 不过怎么看 都是一副没落气息 众多修士就是交易 也是来去匆匆 没有任何欢笑和朝气 敌九上前拦住了一名 准备离开的中年修士 抱拳说道 道友请啊 这中年修士 疑惑地看了一眼敌九 随口问道 什么事情 请问一下 大野圣道成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变成了一片废墟 还有道界宗门联盟 又是怎么回事 谁敢轰破这里 敌九一连询问了几个问题 这中年修士 眼底闪过一丝惊慌 转身就走 同时说道 不知道 只是他刚刚跨出一步 就感觉到周围的虚空凝固住了 他眼里更是出现了惊恐 修炼到了遇到 他岂能不知道 遇见顶级强者了 前辈饶了我吧 我是真的不知道 遇到修士惊慌求饶道 敌九淡淡说道 气息碾压过来 这名遇到修士赶紧说道 前辈饶命 我说 我说 说了 可能会死 不说肯定会死 就是一个傻瓜 也知道怎么选择 听说是无量宫的公主回来了 他回来后 看见无量宫被轰成碎炸 而且他的传承 也全部被人轰掉 顿时大怒 敌九心里一惊 无量宫是他毁掉的 无量宫当年的公主福布文 也是他杀掉的 至于无量宫的那些蝼蚁 他没有杀光 不过修为强一些的 基本上都被他干掉了 不是说 无量宫的公主 早就跨入第三步 进入造化之门了吗 对了 敌九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当初他去大道渊的时候 冰封道君为了求命 送了他一个虚空方位御检 他就是从那个虚空方位御检中 找到了五行吉寒侠 然后得到了一枚菱形冰精 以他的肉身 都被那菱形冰精冻裂了 腿骨 手骨也被冻得消失殆尽 若不是他有第九事件 到现在 恐怕已经没有命了 他也是 借助这个五行吉寒侠 去找到了菩提道人 那菱形丁精 现在还在他的第九事件 被静置锁着 世界书上 仅仅记录了一个名字 杜逸寒精 这杜逸寒精连他也动脸了 可以想象有多厉害 当初冰封道君 交给他五行吉寒侠的 虚空方位御 也不见得 就全部是为了逃命 也有一部分 暗算他的意思 在其中 不管是不是暗算 冰封道君 和他说这件事的时候 就说过 无量公主有一个孽灭镜 这个孽灭镜似乎 连五行圣主杜沫都忌惮 只有极寒的东西 才可以抵制这种孽灭镜 当初有一个不下于杜沫的强者 就是用了一枚涅槃冰花 才制住孽灭镜的 可无量公主 进了造化之门 为什么还会回到道界 这不对啊 按照问百公的说法 一旦进入造化之门 绝对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回来 别的人不可能再回来 问百公一直很虚弱 迪九也没有问他 怎么回来的 等会 一定要问清楚 问百公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别人是不是真的不能回来了 或者说 眼前这个修士说的无量公主 不是拥有涅滅镜的那个 看见迪九脸色阴晴不定 这名遇到修士 下意识地止住了话语 继续说 迪九冷哼一声 是 是 这遇到修士赶紧说道 当初无量公 是一个叫迪九的前辈灭掉的 无量公主到处寻找迪九 结果是 没有找到迪九 无量公主更是大怒 一切和迪九有关系的人 或者是宗门 都被他一一迁怒 不用这遇到修士说下去 迪九已经明白了过来 他叹了口气 斩草要除根啊 可惜他当时没有办法 除掉无量公主这个根 无量公主灭掉了黎云公 听着遇到修士说 黎云公被灭 迪九心里一惊 兰如怎么样了 兰如当初对他 可是有大恩的 如果兰如也被杀了 他就是干掉了无量公主 又能如何 第994章行息的第三事 然后无量公主灭了演义道宗 来到大野圣道城 毁了道界宗门联盟 四处追杀狂前辈 算是他在道界交情最好的了 无量公主追杀狂义人 显然是因为他的关系 这遇到修士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只知道 后来无量公主 又去灭掉了广进圣门 和清流道宗 敌九 立即就皱起了眉头 无量公主灭掉黎云公 和演义道宗 他理解 因为黎云公的兰如是他的朋友 而演义道宗被灭他也理解 当初他刚刚来到道界的时候 就是进入了 演义道宗成为道宗的一个外门弟子 可是无量公主 灭掉广进圣门 和清流道宗 他就完全不明白了 他和这两个宗门 根本就没有任何交集 无量公主 在 迁怒 也无法迁怒到这两个宗门 当敌九听到这遇到修士说 无量公主灭掉的宗门 越来越多的时候 他心里完全清楚了 是怎么回事 无量公主这是戒主 对付他的名头 四处消灭道界的各大宗门力量 换句话说 就算是他不灭掉无量公 无量公主回来后 也会找借口 将这些大宗门一一灭掉 至于原因 敌九已经猜到了 道界看起来一副落魄惨景 无量公主这个老东西 很有可能是想要将道界炼化了 或者是剥夺了道界的一切规则 和气运修炼 无量公主能做到这样 应该是比他要强大 前辈 我知道的全部说了 这遇到修士惶恐不安地看着敌九 他知道的 的确是全部说了 如果敌九还不放过他 那他也只能认命 多谢了 敌九说了三个字后 身形一闪 消失无踪 看见敌九没有拿他怎么样 这遇到修士 哪里还敢在这里停留 他迅速换了一个方向 想要走得越远越好 他刚刚走了数步 就突兀停了下来 随即转身 看着敌九消失的方向 喃喃自语地说道 我明白了 他的确是明白了 刚才询问他问题的 就是敌九 这次有热闹 可看了 敌九可不是一个善茬 当年将带追杀敌九 结果被敌九毁掉了老巢 那个时候 敌九修为应该还低 后来无量公的公主服不闻 欺负敌九的朋友 敌九回来后 直接灭掉了无量公 今天 无量公公主 又干欺负敌九朋友的事情 敌九如果罢休了 那就不是道戒传闻的 那个敌太爷了 当年敌九离开道戒后 道戒对敌九的传闻 就是敌太爷 原因 是当初敌九斩杀福不闻的时候 直接自称太爷 敌九 没有去无量公 他不是莽夫 现在去无量公 发生的都早已发生 他改变不了什么 他必须要再去无量公 之前 做好一切准备 无量公主连道戒的规则都能剥夺 可以借助道戒大道修炼 这种实力 敌九不觉得自己能比对方强 他如果没有料错的话 无量公主 绝对是一个第三步强者 还是一个顶级的第三步 浩瀚大虚 敌九来到这里的时候 以易容成了一名寻常的中年儒士 道戒认识他的人太多 现在 他还不确定 无量公主的真正实力 无论如何 他也不想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和无量公主碰面 如果是一般的修士 说不定都将那个问话的遇到修士 斩杀了 敌九 没有杀那名修士 为了以防万一 他才来到浩瀚大虚 浩瀚大虚 因为规则混乱 还有众多的五行兽 修士进入浩瀚大虚后 一不小心就会规则中毒 然后化成五行兽 所以说浩瀚大虚中 很多的五行兽 都是修士变成的 所以 浩瀚大虚虽有很多好的东西 甚至有五行属性的法则碎片 这里来的修士 也不是很多 让敌九没有想到的 是 他再次来到浩瀚大虚的时候 这里竟然是人满为患 当初这里人很少 现在道歉没落下来 这里的人反而变多了 敌九来 浩瀚大虚的目的 有两个 主要目的就是 炼化杜一寒金 无量公主 有一个涅滅镜 传闻 涅滅镜只有极寒物才能抵抗 如果没有杜一寒金 那就算了 既然有杜一寒金 那他自然是要炼化了再说 其次就是再问一下 问百公 他是怎么出来的 敌九刚刚走到浩瀚大虚大殿门口 就听到刺啦 一声 这是一群被撕裂的声音 跟着又是啪的一声 一名年轻的女子 被人一巴掌拍在脸上 然后道飞 落在前往浩瀚大虚的路口 找死 区区一个遇到蝼蚁 也敢在这里抢东西 跟着这女子 道飞落在地上的 同时 一名满脸横弱的男子 落在了这女子身前 周围旁观的修饰很多 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 这满脸横弱的男子 应该已是进入道远镜了 在这里 算是顶级强者 对不起 前辈 我不知道那东西 您也要 女子爬了起来 赶紧攻身失礼 一边不停地道歉 她的头发凌乱不堪 衣服刚才也被撕破了 脸上被打了一个手印 看起来极为狼狈 你叫什么名字 迪九忽然走到这女子面前 疑惑地问了一句 你是什么东西 本身的话没说完 你一眼 那道远修饰 看见迪九居然拦在他前面说话 立即大怒 拍手就要拍向迪九 迪九连回头都懒得回头 随手一个巴掌 这道远竟修饰 被他这一巴掌 拍飞出十数丈 直接头下脚上地冲进了 泥土之中 区区一个道远修饰 也敢称胜 好在迪九手下留情 他依然是保住了一条命 从泥土中爬出来后 赶紧对迪九攻身失了几次礼 一边道歉 一边飞一般地逃走 让他松了口气的事 迪九竟然真的 就当他是一个屁 放了他 周围的修饰 看见迪九如此强势 也都是低下头 尽量让得远一些 浩瀚大虚这个地方 最可怕的 可不一定 就在浩瀚大虚中 有时候 你在浩瀚大虚外面 更容易被杀 多谢前辈 女子赶紧对迪九道谢 迪九声音意冷 我刚才问你叫什么名字 晚辈 成仙 女子赶紧颤抖地回答道 迪九甚至可以看见 她的手指在颤抖 可见她心里有多惶恐不安 我问你一个人 你可认识行兮 迪九淡淡说道 说出来的时候 她的目光一直盯着成仙 成仙茫然地看着迪九 摇了摇头 晚辈不知道 迪九叹息一声 随口说道 希望你以后记得知恩要图报 不知道报恩 就算是 你修炼到再强 也是过眼云烟 是 是 晚辈谨记前辈教诲 成仙急忙再次攻身失礼 迪九身形一闪 冲进了浩瀚大虚中 尽管这个成仙的容貌普通 根本就不能和容貌美艳的行兮相比 可迪九已经肯定 这成仙就是行兮的第三事 也是最后一事 如果此刻行兮被杀 他将再也没有轮回的机会 或者说 就算是 轮回 那也和他的前世毫无关系了 对行兮这个女人 他是不大看得起的 清廉圣主 对他恩重如山 他竟然最后暗算 清廉圣主 只是迪九也懒得去杀他罢了 这让他想起了 聂双双 这个女人 在他面前自语 绝了轮回的机会 可见还有些廉耻 按照清廉圣主的说法 行兮这是第三次轮回 也是最强大的一次轮回 不过迪九刚才知道 成仙不是座位 他是真的没有前世的记忆了 不知道是清廉轮回出了问题 还是因为别的问题 这些都和迪九无关了 第995章 迪望川 看着迪九消失在浩瀚大虚的背影 成仙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一定要去浩瀚大虚吗 成仙 你果然在这里 一个突兀的声音 打断了成仙的犹豫 跟着一名身穿麻衣的青年 走了过来 这青年背着一柄无翘刀 肤色微黑 看上去明显经历了 无数风霜雪雨 望川师兄 你没事 看见这麻衣青年 成仙立即惊喜地叫道 麻衣青年眼里也有些激动 他点点头 是的 我差点就被干掉了 这些等会再说 你要去浩瀚大虚吗 成仙摇了摇头 我本来是打算去浩瀚大虚的 现在忽然不想去了 望川师兄 要不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 好 我其实是来找你的 我以前就听说 你要去浩瀚大虚 赶紧来找你 还好没有来晚 浩瀚大虚进去后 陨落的机会太高了 我们的修为还不到家 不到万不得已 最好不要去 麻衣青年也是说道 浩瀚大虚 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修士来 也不知道有多少修士离开 两名寻常修士的离开 没有任何人在意 两人速度极快 数天后 已经是远离了浩瀚大虚 直到此刻 成仙才敢问出来 望川师兄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你爹的消息有了吗 我听说无量公主实力已经强悍到 可以随意撕裂盗戒戒余了 就是和道强者在她手里 也撑不过半煮箱时间 麻衣青年哼了一声 成仙摇了摇头 望川师兄 你爹很有可能离开道界了 我总觉得继续留在这里很危险 可是我们修为太低 没有资格离开这里 麻衣青年说道 不 我们有机会离开这里 怎么离开 成仙精益地看着麻衣青年 麻衣青年指了指远处 就是寻狐 我们可以从寻狐离开 那是迷失之狐 以我们的实力去寻狐 恐怕是送死 成仙还是摇头 麻衣青年哈哈一笑 当年我爹在遇到的时候 就敢去寻狐 而现在我已是遇到 后妻了 岂能惧怕寻狐 况且我还有路离开 希儿师妹 你知道我当初是怎么活下来的吗 我就是逃进了寻狐 然后被救了 成仙看着麻衣青年 这正是他心里的疑惑 当时追杀麻衣青年的 可是有七八个强者 实力最高的一个 已经是道元净修士了 麻衣青年继续说道 当年我无路可逃 我逃进了寻狐 让我没有想到的 是 我遇见了一对青衣卵 青衣卵价值连城 成仙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麻衣青年摇头说道 那一对青衣卵实力很强 其中一只 恐怕都已经 相当于道元净了 我都绝望了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那青衣卵居然对我很是友好 那相当于道元净的青衣卵 也是可以用意念交流 他们 带我进入了寻狐的 一处极为隐秘的地方 然后还送了一些修炼资源给我 否则的话 我也无法这么快 修炼到遇到后期 那青衣卵为什么要帮你 成仙愈发惊意了 麻衣青年也是不解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 我听说青衣卵和修士之间 都是水火不容的 修士捕杀青衣卵太过严重 所以一旦青衣卵的实力强大后 遇见修士立即杀掉的 那一对青衣卵不但没有杀我 还带我去传送阵 给我修炼资源 教我如何在寻狐生存下来 那你为何不传送走 道界可不是一个什么好地方 这里我就觉得危险 你好不容易逃出了那些人的追杀 竟然又回到这里 实在是太过疯狂 成仙说道 麻衣青年看着程仙 语气放缓说道 仙师妹 你不是一次帮过我 就算是那次我能逃进巡湖 也是因为你的帮忙 我知道道界不是一个好地方 所以我来寻找你 我要带你一起走 你愿意和我一起离开这个地方吗 程仙柔和的而看着麻衣青年 我愿意 谢谢你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找我 走吧 我敌望川终究 有一天会再回来的 无量公主那个老巫婆 强大又怎么样 我就不信我将来也杀不掉她 麻衣青年意气风发地说道 敌九停了下来 她现在在浩瀚大虚的第四层 可她总觉得 她应该出去一趟 随即她就想到了 行兮 行兮应该是和她有些关联的 不过这个女人的前世 实在是太过垃圾 她摇了摇头 还是忍住了出去的想法 浩瀚大虚的第四层 这里的规则混乱 也没有人来打搅 是最适合恋化杜一 韩金的地方 万一恋化出了什么问题 也不会波及到她的第九世界 杜一韩金这种东西 可不是说着玩的 一个不小心 说不定让她第九世界遭殃 她的第九世界中 可是有太多的好东西 不要说别的 仅仅那一株剑木 就是整个宇宙中 绝无仅有的之宝 剑木现在还没有成长起来 万一被杜一韩金害了 她后悔都来不及 一枚又一枚的正旗 被敌九布置下去 法则正旗 也不断被敌九刻画起来 在这里练化杜一韩金 必须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行 足足布置了将近一个月 敌九猜点点头 这种布置 将杜一韩金拿出来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敌九的神念 落在真灵世界中的汪百宫 传了一道讯息过去 汪百宫得到了 一枚深渊和道果 精神器比上次要好多了 至少不会说话都喘息 敌道友 多谢你的深渊和道果 我现在好多了 再有一段时间 我恐怕就要开始恢复修为 感受到敌九的神念扫进来 汪百宫赶紧站起来 抱拳感谢了一句 敌九笑了笑说道 老汪 大家合作互利 我救你一次 你将你知道的消息告诉我 不用那么太在意 我这次打搅你疗伤 倒是有几件事要问你一下 汪百宫一拍胸 敌道友尽管问 只要我汪百宫知道的 我保证一个字都不会留下来 好 我问你两件事 第一件事 你是怎么出来的 你也说过 进入造化之门的 不可能再出来 敌九问道 汪百宫点点头 敌道友 这件事就是你不问 我也要告诉你 我之所以能出来 是因为一枚裂道令 裂道令 敌九疑惑地看着汪百宫 他是第一次听说这东西 汪百宫点点头 是的 裂道令 这一枚裂道令 是第一次造化大战后 我在杀戮界获得的 这东西 不是五星宇宙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但有一点肯定的是 这东西的档次 不比五星宇宙的先天宝物差 甚至从规则上来说 更胜一筹 有这种东西 你拿给我看看 敌九惊讶不已地说道 汪百宫叹了口气 这东西虽然档次极高 很有可能是宇宙猎声之物 可用这东西 从造化宇宙 来到五星宇宙 竟只能用一次 废掉了 敌九问道 汪百宫 又是叹息一声 显然还在可惜 那一枚猎道令 是的 我借助这枚猎道令 冲出造化宇宙 裂开了五星宇宙的道运后 猎道令就化为碎渣了 第九九六章炼花 杜一含金 敌九心里疑惑 难道那个无量公主 也得到了一枚猎道令 按照汪百宫说的 猎道令如此珍贵 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得到吧 再说了 就算是无量公主 得到了猎道令 她不怕道尽 老汪 我问你一个人 无量公主你熟悉吗 敌九想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只能询问问百宫 问百宫连忙说道 无量公主 我自然知道 这个女人 是我见过最强大的女人 甚至不比第一次 造化大战时候的 清廉圣主弱 当年宁道君 差点就着了这个女人的道 宁道君的一名道女 就是这个女人杀掉的 宁道君是宁成吗 敌九问道 她不止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了 不但是宁成 还有叶末 她也不止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宁成的朋友 楚曼河就是她救的 叶末的女儿叶一末一样 是她救的 是的 问百宫对敌九知道 宁成的名字并不奇怪 宁成当年在整个宇宙之中 谁人不知哪个不小 嚣张 不可一世的玄黄孤艳 不一样 被宁成斩杀了 无量公主 杀了宁道君的道理烟迹后 宁道君大怒 舍弃一切 都要杀无量公主 没想到无量公主的孽灭镜 实在是太过可怕 宁道君差点被这个女人 用孽灭镜困住 好在宁道君实力强大 就算是这样 宁道君也没有彻底杀了无量公主 反而让无量公主 进入了造化之门中 问百宫一口气 将这一段往事说了出来 燕妓 敌九知道这个人 当初夜一墨河 楚曼河都请她就一下燕妓 只是她在望山禁地 并没有找到燕妓而已 估计燕妓是凶多吉少了 但问百宫的话 让敌九隐约感觉到 有些不对劲 至于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她一时间也没有想明白 老旺 你说无量公主 进入了造化之门 确定 敌九叮嘱地问了一句 问百宫肯定地说道 我亲眼看见无量公主 进入造化之门的 绝对不会有错 那你说无量公主 进入造化之门后 会不会再出来 敌九又问道 问百宫毫不犹豫地摇头 那绝无可能 造化之门里面 充测着造化气息 明显的是更高一层次的介遇 修士想要攀上更高的层次 就必须要进入造化之门 一旦进入了造化之门 除非是不想修炼了 没有水傻的要出来 至于后来被冲作炮灰 我们想要出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资格出来了 敌九沉声说道 可是无量公主却出来了 现在在盗界为非作歹 杀了我的许多朋友 我选择这个地方 闭关一段时间 准备去砸掉她的场子 啊 问百宫惊讶了一声 随即就说道 这不可能啊 绝对不可能啊 这个女人的确是出来了 之前我还不大确定 现在我百分之百确定 就是这个女人 敌九说道 无量公主也许有许多任 但敌九肯定 能将一戒如此揉捏的 只有第一任 无量公主一人了 问百宫沉默起来 他在想着 无量公是怎么出来的 老问 你抓紧时间恢复吧 我也要闭关一段时间 敌九知道 时间对他来说 实在是太过紧张 问百宫想不通 却也知道 他必须要尽快恢复修为 等问百宫继续疗伤 后 敌九将第九世界中的 杜一寒金拿了出来 放在了他布置的禁阵当中 一切准备当 甚至到火 都在敌九深周 形成了数道护照 敌九这才准备打开锁住 杜一寒金静置的一丝缝隙 当敌九的神念 落在静置上的时候 他心里大惊 这静置已经摇摇欲坠 也就是说 就算是他今天 不将杜一寒金拿出来 杜一寒金也会撕裂静置 然后让寒气席卷 整个第九世界 第九世界很大 些许的寒气 还不算什么 可一旦时间长了 他的第九世界中的东西 肯定会被破坏的 一干二净 特别是那一株剑木 好在他轮回一世 仅仅用了数百年时间 否则的话 他还真的可能 中杜一寒金的道 今天无论如何 他也要将这寒金炼化 一道缝隙 刚刚被敌九打开 杜一寒金 直接裂开了 静置 哄 恐怖的冰寒法则气息 纵横开来 这一刻 敌九身上的导火护照 直接发出一声声的 裂响声音 敌九布置的封印 静置第一道也是 咔咔作响 显然裂开 只是时间问题 哪怕是第二次 看见杜一寒金肆虐 敌九依然很是震撼 这杜一寒金 还是如此可怕 他哪里还敢 再有半点犹豫 双手直接覆盖在了 杜一寒金之上 可怕的冰寒 这次直接裂开了 敌九的盗火护照和领域 同一时间 敌九的规则 周天也将杜一寒金锁住 一道道的冰寒 气息法则被规则周天裹住 然后一丝丝的玻璃炼化 敌九疯狂地在炼化 但是他布置的护震 也不断地裂开 这还是因为浩瀚大虚中 规则混乱 否则的话 这寒气早已撕裂了 敌九所有的静止和护震 一丝丝的冰寒法则 被敌九炼化 同时 敌九身上的盗火护照 也是一层层地被冻裂 仅仅是数个时辰后 敌九整个身体 都化为了一具冰雕 但是这冰雕上 冰寒气息 依然是在不断流转 这显示着 敌九还在不断地炼化着 杜一寒金的冰寒属性法则 敌九心里此刻是惊骇 莫名 他在想着 自己幸亏 炼化了顿去的一 理解了浩瀚宇宙 顿走规则 否则的话 他今天死定了 这种可怕的冰寒 不是他炼化不了 而是爆发力太可怕 他根本就没有时间炼化 等他彻底炼化的时候 他早已被这冰寒化为一具冰势 顿去的一 可以让他将这 将这可以置他死地的冰寒顿去 让他有足够的时间 运回来炼化这枚杜一寒金 卡 随着敌九布置的最后一道护震禁止 被杜一寒金的冰寒撕裂 冰寒属性瞬息 从浩瀚大虚扩散出去 很快就扩散到第三层 然后到了第二层 第一层 这个时候 所有在浩瀚大虚中的修饰 都可以清晰感受到 这种可怕的冰寒 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但大家都知道 浩瀚大虚深处 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在随着时间不断流逝 杜一寒金 被敌九炼化的部分 越来越多 此消彼长之下 杜一寒金对外界的威胁 也是越来越弱 一天 两天 当两个月过去后 所有在浩瀚大虚中的修饰 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两个月之前 浩瀚大虚突然出现的那一股冰寒 渐渐消散 浩瀚大虚也慢慢恢复了正常 此刻 在浩瀚大虚的第四层 化为冰雕的 敌九身上的冰寒气息 也渐渐溃散 敌九的身体 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 恢复过来 咔嚓 当杜一寒金上 最后一丝冰寒法则气息 被敌九剥离 然后炼化后 敌九 手中那枚菱形晶体 突兀地温和起来 落在敌九手中 就好像一朵雪花一般 安静冷咽耀眼 敌九抓出天梭刀 将这一枚杜一寒金 镶嵌在了天梭刀上 心里暗叫厉害 手中的天梭刀 轻轻带起一道刀芒 刀芒 有一种来自宇宙 深处的冰寒气息 敌九心里大血 至少他现在不惧 无量公主的 那个什么孽灭境了 当初 冰封道君 的确是想要害他 估计冰封道君 永远都不会想到 他竟然可以炼化 杜一寒金 第九九七章 找上门去 天梭刀挂在背后 敌九看了一下 无量宫的方向 这才顿出浩瀚大虚 他要直接去无量宫 无量宫主很强嘛 他倒是要看看 无量宫主 很有可能是第三步 而且还是那种 极之第三步 不过敌九并不在意 他现在的修为 已经是极致 想要跨入第三步 短时间内 应该不可行 敌九再次来到 无量宫的时候 只看见这里 道运流转 无穷无尽的 天地元气聚集过来 很明显的是 有人在修炼 修炼的人 不用问 敌九也知道 是无量宫主 无量宫依然是残破不堪 敌九看见这里 比他当年离开的时候 还要残破 就知道 他猜测的一点都没有错 无量宫主回来了 但是无量宫主 根本就没有打算振兴无量宫 而是回来 借助道界回复实力的 无量宫的衰败和兴旺 在他眼里 恐怕就是空气 敌九闭上眼睛 他很快就感受到了 这里的道运规则气息 无量宫主绝对是接触过 鸿蒙道泽的家伙 致不济 也是接触到 和鸿蒙道泽 同等级别宝物的人物 敌九冷哼一声 这无量宫主 还真嚣张啊 竟连半点防御措施都不做 外面 甚至连护震都没有不止一个 很显然 这个女人嚣张到 以为自己是整个五行宇宙的第一人了 在五行宇宙 再也没有人 能动她半根毫毛 连五行宇宙都没有人能动她 更不要说 区区一个道界小地方 两件极品神器 一左一右 埋之在无量宫的外面的虚空之中 以敌九的震道水平 立即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这个老女人 的确是在剥离道界的一切生机和器语 然后在提升自己的实力 不仅如此 这个女人 还在肆无忌惮地搅乱道界的天地规则 也是为了她自己 先不说这个女人如此恶毒 但就凭借这一手 敌九就自愧不如 她怀疑无量公主这个女人 是触摸到了造化镜 否则的话 没有这妖妞 敌九没有立即动手 而是不断地勾勒法则正齐 当她的法则正齐 正好可以锁住一切天地元气 和这一方天地规则的时候 直接祭出天梭刀 一刀劈了下去 白茫茫的刀幕 从虚空席卷下 这一刻 半得道界的修士 都可以看见 这一片可怕的刀幕席卷落下 哄 刀幕落在了无量公正上方 无量公直接被劈裂为两半 化为一条万丈的深深沟壑 咔嚓一声 整个无量公就好像鸡蛋壳一般 连地面也开始碎裂 然后往外扩散 此刻在无量公身处 一名身穿灰布星空袍的女子 张口就是一道鲜血喷出 不久前 还在疯狂修复她道姬 和实力的元气和天地规则 全部零万起来 这些年的努力 在这瞬息间化为烟雨 真是敌酒一道 就让无量公主回到了解放前 那 无量公主一声疯狂的怒吼 从无量公身处冲了出来 此刻她双目静斥 脸色猙獰 她发誓 无论是谁做的 她都要将对方生吞了 碰 无量公主落在敌酒面前 看见脸色平静的敌酒时 她反而在这瞬息间冷静了下来 她为什么不布置护镇 是因为她布置不起来吗 当然不是 是因为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破坏她在这里修炼和恢复 一旦她在修复的时候 这里的天地规则聚集 完全化为她恢复的养分 这种聚集的天地规则 比寻常的护镇 还要强悍多倍 况且 她要搅乱整个道界的天地规则 甚至因为恢复实力 会毁掉道界 这个时候 布置护镇有什么用处 任何护镇 都是借助天地规则而存在的 规则都被她毁掉了 还话说什么护镇 还有一个原因 那是她 肯定没有人能影响到她的修炼和恢复 除非同样接触到了造化镜 可这里是五行宇宙 没有任何人能提前跨入造化镜 你就是敌九 冷静下来后 无量公主没有立即动手 而是盯着敌九 她眼里 敌九已经是一个死人 但敌九能直接中断她的道运流转 恰到好处的 让她受伤 再次回到之前的状态 这种实力也不是一般人 没错 我就是你敌太爷 我听说 你这个老女人到处在找我 所以我提前回来了 敌九淡淡说道 你修炼的东西 应该和天地规则有关系吧 竟然可以绞碎我的道运流转 无量公主冷静下来后 似乎刚才让她受伤 回到解放前的人不是敌九一般 也没有因为敌九的话 有半点生气 敌九发现 她竟然看不出来 无量公主的修为层次 有一点肯定 无量公主对她一样忌惮 否则的话 就没有这么多废话 这是要寻找她的破绽和弱点 估计无量公主 不是担心打不过自己 而是担心自己会顿走 虽然看不出来 无量公主的修为层次 敌九隐约感觉到 无量公主伤得实在是厉害 和她猜测的没有错 道迹也有损伤 这让敌九心里大定 一个受伤的无量公主 那要好对付很多 至少她打不过 还可以走掉 敌九没有回答无量公主的话 而是主动问道 老巫婆 我听说你去了造化之门 为何还要回来呢 对了 你是怎么回来的 敌九一边勾勒法则正旗 一边询问 无量公主一皱眉 淡淡说道 连法则正旗也会刻画 看样子 我没有猜错呀 今天能从我手里走掉吗 敌九心里一跳 这女人好厉害 这还是第一个知道 她刻画法则正旗的女人 也轻松看穿了她的修为 她心里更是忌惮 倒也是停止了勾勒法则正旗 既然对方知道 那继续刻画 也没有任何意义 你不愿意回答我 你是怎么从造化之门里面出来的 不过 我早知道了 敌九虽然没有继续刻画法则正旗 却同样是下定决心 不让这个女人逃走 就好像这个女人 在寻找她的弱点一般 她也在寻找无量公主的弱点 现在她看不透无量公主 她也不敢动手 曹西全胜的时候 敌九不敢说 此刻的无量公主 比她见到的曹西肯定要强大 你知道 听到敌九的话 无量公主眼里现过惊异 随即她就明白 敌九是在胡扯八道 敌九哈哈一笑 你以为我胡扯八道吗 你是因为 敌九正想说 因为有猎道令的时候 心里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她明白了 过来 老女人 你是被宁道君追杀得无处可逃 这才和狗一样 躲着离开造化之门的吧 根据她所知道的宁城 应该也是一个和她类似的人 换句话说 无量公主在她面前杀了龙袖旗后 她会放过无量公主 哪怕因为当时没有办法杀掉无量公主 她也会时时刻刻盯着无量公主 宁城显然是这样 无量公主杀了燕姐 宁城应该是第一时间杀不掉无量公主 这才选择了暂时搁置下来 换成她的话 就是搁置下来 她也会时时刻刻盯着无量公主 她没有猜错的话 宁城应该是在造化之门中 追杀无量公主 因为换成她的话 她一样会这样做 你怎么知道 无量公主脱口而出 眼里惊骇不已 她到现在都不明白 宁城那个疯子 为什么要在造化之门中追杀她 要知道 当时大家都是疯狂冲向自己的圣地 然后占据圣地 建立自己的风位 可是宁城那个疯子 全绕了一个圈 放弃了第一时间去风位 而是来追杀她 不要说她无量公主没有想到 她估计没有人能想到 第998章追杀 还真是 第9心里 立即就对宁城有了一些好感 如果换成她的话 她一样会疯狂地追杀无量公主 造化之门 就算是有再多的东西 急着需要她去拿 可如果无量公主 连她的道理都杀了 不杀无量公主 她肯定不会有心思 去抢夺什么造化的尊位 无量公主是什么人 她一看敌酒的表情 就知道 她竟然被敌酒 这样一个小小的蝼蚁算计了 冷哼一声 无量公主也不再说话 一双星空琉璃产 一左一右 锁住敌酒轰了下来 她受伤再重 想要锁住敌酒区区一个河道 应该还是可以的 既然如此 她何必浪费时间 去查验敌酒的真正实力 敌酒立即就感受到 整个空间变了 一种完全不属于道界的天地规则 束缚住了这一方虚空 这一刻 换成任何一个道界的强者 哪怕已经跨入了第三步 恐怕也不会有半点反抗之力 这是一种道的碾压 甚至和修为都毫无关系 难怪弱大的一个道界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站出来反抗无量公主 这已经不是量的大小和多少了 而是质的高低 敌酒没有动 她心里很清楚 这仅仅是无量公主对她的试探 无量公主真正厉害的 不是这琉璃产 而是涅滅静 敌酒动都没有动 眼里闪过一丝惊慌和恐惧 无量公主看见敌酒的表情 感受到周围的一切空间 都被她的道泽掌控 有些无语的摇了摇头 她太高看敌酒了 也是 区区一个道界的修士 有什么资格抗衡她的宇宙道泽 恐怕是见都没有见过 这种表情就对了 如果不是这种表情 她或者还会奇怪 她也是太谨慎了点 估计是被宁城下的 如宁城那种人 五行宇宙能有几个 况且 还是后造化时代 只是无量公主没有见过形犀 没有见过疾风欲 甚至是当年经历过 造化大战的这些人 如果她见过 听到敌酒干过的事情后 她肯定不会这样想了 星空流离铲锁住的空间 不断被压缩压缩 杀意 已经要裹住敌酒的时候 敌酒忽然动了 这一刻 无量公主的空间规则压制 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敌酒仅仅一张手 进万柄的刀器就喷泊出 原本被星空流离铲锁住的 虚空忽然破碎起来 就好像结了一层冰的湖面 冰层突然被打破 湖面的水 再次微微波动起来一般 星空流离铲 被敌酒的刀阵锁住 敌酒所在的空间 立即就空旷起来 敌酒的天缩刀 聚集全部到运神员劈了下去 在敌酒祭出刀阵的那一瞬间 无量公主的脸色就变了 她知道自己又上当了 小小一个蝼蚁竟然如此奸诈 好在敌酒的这个刀阵虽然厉害 却也没有被无量公主放在眼里 无量公主毫不犹豫地抓出涅滅镜 还没等她的涅滅镜完全激发 敌酒的天缩刀就劈了 过来 刀芒带着一种几乎要撕裂宇宙的冰寒杀意 无量公主竟然下意识地打了冷战 如果换成她全胜的时候 敌酒这一刀对她来说就和脑痒痒差不多 可现在 敌酒这一刀竟然对她有了一种死亡的威胁 哄 涅滅镜化成一轮红日 那红日的可怕几乎要将虚空规则都融化了 可敌酒偏偏感受不到任何温度 就好像超出了某一种频率的声音 明明是越来越响 偏偏是听不到 无量公主苍白的脸上多了一团不健康的红念 她受伤如此之重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 她是绝对不会用涅滅镜的 可她一不小心 竟然被敌酒这个小小的蝼蚁 逼迫出了涅滅镜 施展了涅滅镜后 的确可以让敌酒这个蝼蚁化为虚无 可她的伤势 想要还原 再恢复到巅峰 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对她来说 偏偏时间最是宝贵 涅滅镜激发后 无穷无尽的涅滅气息席卷而来 敌酒甚至感受到自己的神魂都会被涅化掉 哪怕敌酒早有准备 她依然是忍不住 接连喷出树口鲜血 脸色苍白如纸 神魂也枯萎不已 好在敌酒早已知道 无量公主的涅滅镜 她还有准备 否则的话 恐怕她只能顿走 几乎是在涅滅镜激发的同一时间 她天梭刀上的杜翼寒金 就爆发出一种亘古未有的寒意 寒意瞬息间裹住了涅滅镜的可怕涅滅气息 那没有激发出来的恐怖温度也温和起来 敌酒神魂中的暴力气息 一下就平复下来 涅滅规则消散无踪 敌酒停止了继续喷血 唯靡不堪的神魂也开始旺盛 没有了涅滅镜可怕的涅滅气息 敌酒天梭刀的刀幕 化为一团爆裂的刀芒 撕开了无量公主的领域 噗 一团血光炸开 无量公主半边身体 被敌酒的天梭刀 直接轰成虚无 无量公主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下一刻 她已经裹住涅滅镜 撕开了道界的虚空消失的无影无踪 竟然没有杀掉 敌酒连无量公主留下来的两柄星空琉璃 铲都懒得去管了 抬手卷走了上万刀器 毫不犹豫地冲向了无量公主 刚才撕开 还没有合拢的虚空 就算追杀到天涯海角 她也不会放过无量公主 无量公主心里是大恨 当年被凝成 轰去了半边身体 然后在造化之门中 她又被凝成追杀 恢复的半边身体 又一次被轰去 让她的实力一降再降 这次 好不容易逃了出来 却又被敌酒 这样一个蝼蚁 轰去了半边身体 敌酒竟然事先准备好了 如此可怕的冰精 这冰精 似乎比当初凝成用的涅槃冰花 还要可怕 可惜她现在的实力 实在是减弱得太多 否则的话 就算是敌酒 有极寒冰精 她也会在仓促之间干掉敌酒 她发誓 自己实力恢复了 一定要将敌酒这个狡诈的蝼蚁 撕裂成为碎渣 将敌酒的神魂 一口口地咬下去 如果不是敌酒最初假装 被她的星空流离铲锁住 她绝对不会大意到 被敌酒干掉半边身体 现在她在想要恢复实力 还不知道要用多少神界大路 等到哪年哪月 踏入虚空后 无量公主刚刚浴了口气 还没等她停下来 就感受到了一种压抑的气息席卷过来 当无量公主发现 是敌酒的天梭刀再次劈来的时候 差点气疯了 她无量公主 好歹也是一个绝世强者 除了当年被宁城追杀过之外 还从未有人敢追杀她无量公主 现在竟然一个小小的蝼蚁 也敢追杀她 无量了 岂不是让她气得吐血 可现在形势别人强 心里明明憋屈不已 她还只能继续逃走 一个还没有跨入第三步的修士 可以压着她打 哪怕她伤上加伤 实力是百不存一 眼前这个敌酒 依然让她心里有了极强的忌惮 她发誓 只要等她伤势恢复后 她第一时间 就是要将敌酒这个蝼蚁斩杀了 至于能不能逃出敌酒的追杀 无量公主从来都没有想过 她的盾术和隐匿手段 连当初的宁城 也没有追到她 区区一个敌酒 算什么 唯一让她无法释怀的是 太过憋屈了 若是传出去 被一个小小的河道追杀 她服无量还要不要脸 第999章 再也逃不掉 无量公主自认天下盾术 可以跟得上她的 绝不会超过一手之术 而且 这一手之术 没有一个在这一方宇宙 她的盾术跟随她的 法宝而来 也叫着孽灭盾 但仅仅是一个时辰后 无量公主的脸色 就变了 变得更加苍白 无论她如何盾 无论她盾走多远 敌酒就好像影子一般跟着她 虽然 不会比她速度快 却绝对不会比她慢 到了后来 无量公主无奈之下 只能不断地撕裂虚空 可是任凭她撕开多少虚空 敌酒依然是能跟着她 到了这个时候 无量公主再也不敢随便撕裂虚空了 每次撕裂一次虚空 她都会付出一部分精力 而敌酒总能在那一瞬间 借助她撕开的虚空 跟上她 无量公主心里是越顿越惊骇 她的修为削弱了太多不错 然而 她依然是一个第三步强者 一个第三步强者 借助最顶级的涅滅盾 竟然没有办法甩开区区一个敌酒 可见这个敌酒的盾术有多可怕 要知道 她受伤虽然重 对盾术的影响 远远没有斗法的影响大 原先还只是愤恨敌酒 重伤了自己的无量公主 心里忽然没有敌 起来 当年 她之所以能从造化之门逃出来 主要是因为 她进入造化之门后 第一时间就留下了手段 但现在 她除了逃之外 毫无别的办法 一旦敌酒追上 她的小命 就再也能算她自己的了 这一刻 无量公主忽然有些后悔起来 她当初躲在造化之门出口的地方 就不应该出来 而是应该狠一点 等凝成走后 她换一个方向逃走 造化世界的机会 无论如何 也比五星宇宙的机会强太多了 敌酒心里同样震撼 她还真的没有见过 比无量公主这个女人 跑得还快的家伙 这个女人的盾术 不知道是什么盾术 连她的规则顿术也追不上 这还是对方重伤到可怕的地步 若是对方不伤的话 恐怕她早已追丢了 好在现在 她还能勉强跟着对方 敌酒相信 只要她跟住无量公主 迟早都会追上对方 三元界 除去玄黄界 一直是玄黄天外天外面的第二界域 此刻三元界界域护阵外的虚空广场上 数万修士正聚集在这里 几名明显已经是河道境界的修士 正站在广场中间 这是三元界万年一次的虚空大典 三元大典 三元大典除了修复界于护阵之外 还会在此几天 护佑三元界昌盛繁荣 同时还举行三元界的天才大比 然后开启三元界的第一秘境 此刻正是三元界第一强者七红田 在说话的时候 一个劈头散发的人影忽然从虚空急顿过来 看见有人冲三元界的广场 七红田和几名河道修士 同时寄出法宝轰了下去 只是来人仅仅是一巴掌拍下去 七红田等几人的法宝全部被派入虚空 哪怕是修为最强的七红田 此刻也是喷出一道血道飞出去 广场上旁观的修士都是惊骇不已 宇宙之中还有一巴掌拍飞 连同七红田在内的庶民河道 强者 这人的法力已强悍到无边的地步 无量前辈 同一时间七红田已经认出了一巴掌 将他拍飞的这个人是谁 正是当年争夺造化之门的顶级强者 无量公主 这可是当初差点杀掉宁道君的狠人 但无量公主不是进入造化之门了吗 为什么还会出现在这里 在认出无量公主的瞬间 七红田心里就是一片冰凉 他出身七家 很清楚这些强者的尿性 三元界对这种强者来说 随手灭掉没有半点在意的 当初的玄黄剑就是前车之剑 偏偏他刚才还冒犯了无量公主 只是没等七红田求情的时候 无量公主就冲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中途仅仅势顿了那么一下 就消失在虚空之中 七红田呆滞地看着无量公主消失的方向 心里一阵茫然 难道无量公主这么横冲过来 仅仅是为了借条路 他可没有想到 无量公主是真的借路 换句话说 如果他不主动动手 无量公主根本就不会理会他是谁 还没等七红田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又是一道人影冲了过来 这道人影比之前的无量公主半点也不慢 仅仅在虚空广场刷了 一下就消失无踪 这速度快的七红田 连对方是谁都没有看清楚 我明白了 后面这名强者是在追杀无量公主 一名河道初期的修士 惊骇莫名地说道 七红田下意识地说道 别下说 无量公主是何等强者 岂能有人能追 七红田的话突然地顿住 后面的那个人影虽然他没有看清楚 因为他主动对无量公主动手 无量公主的样子 他看得清清楚楚 无量公主浑身是血 脸色苍白如纸 而且气息不稳 道运凌乱 很显然是重伤的节奏啊 无量公主如此重伤 不但现在不找地方疗伤 反而四处逃窜 他后面还追着一个人 很显然无量公主被人追杀了 想到无量公主被人追杀 七红田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追杀无量公主的人是谁 这简直我好像知道那个人是谁 一名河道中期的修士 终于冷静下来 是谁 七红田急切地问道 他以为在后造化时代 自己的实力足以强悍了 可现在他才知道 自己在真正的强者面前 依然是蝼蚁 当年天门界雷鹰鼓的风步勋 已经跨入第三步了 结果被人随便就杀掉 恐怕就是这位前辈 因为七红田的阻拦 无量公主和敌酒之间的距离 再次缩小了一些 又是数月过去 无量公主心里暗叹一声 他知道逃不掉了 他索性停了下来 冷冷看着敌酒说道 敌酒 你杀我无量公的公主扶不稳 还毁掉了我无量公 现在又追杀我 莫非你存在这个宇宙 就是仗势欺人吗 敌酒一愣神 他还真没有想到 这话竟然是从无量公主口中说出来的 随即他就哈哈一笑 老东西废话才多 拖延时间吗 可惜你敌太爷不吃这一套 说话间 敌酒的开天笔 已经挥出一个巨大的戒子 同时 天梭刀劈了下来 一字破万道 戒出化阴阳 无量公主就感觉到自己的领域 直接碎裂 一个新的戒域 罩住了一切空间 天梭刀的可怕杀意 直接锁住了他的身躯 死亡在这瞬息 给他感受到 开天笔 无量公主浑身发了 他竟然在这里看见了开天笔 开天笔的戒子落下 他的第三部领域 就好像鸡蛋壳一般 或者是被锁在钢铁之中的鸡蛋壳 显然敌酒之前一刀劈了 他半边身体 根本就不是敌酒的全部实力 涅滅静祭出 那恐怖的涅滅气息 也无法挡住敌酒的天梭刀 天梭刀撕裂的刀幕之中 夹杂着一道 亘古未有的冰寒杀气 咔 无量公主甚至可以听见 自己骨骼和肉身碎裂的声音 他眼里闪过绝望 他好不甘心啊 怎么会死在这个地方 死在一个蝼蚁手中 这真是虎落平阳 连一个猪狗都不如的东西 也敢来欺负他 服无量 第100章 肥胖行者 涅滅静的涅滅气息 被敌酒天梭刀的 杜翼寒金锁住 根本就无法帮助 无量公主脱身 无量公主长叹一声 哪怕再不甘 此刻也只能认命啊 碰 一声血雾炸裂 无量公主的肉身炸开 一道淡若的影子冲了出来 只是在敌酒的戒子之下 根本就挣脱不掉 敌酒 你敢杀我 哪怕只有元神了 无量公主 依然是撕裂的吼了一声 天下真的有人敢杀他服无量 早知如此 他还不如当年战死在 造化之门所在处 敌酒呵呵一声 天梭刀 带出了一个圆形的刀幕 将无量公主的元神 锁在其中 口中淡淡说道 你说我敢不敢杀你呢 敌酒连留下无量公主的小命 询问造化之门消息的想法 都没有 开天笔的戒鱼 和天梭刀的刀翼 全部锁住了无量公主 善哉 善哉 一声平淡的善哉响起 跟着一只手印 轰在了敌酒的戒鱼之上 咔嚓 敌酒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的戒子碎裂 然后他锁住无量公主的刀势 化为虚无 无量公主 在这瞬息时间 就冲出了敌酒的杀势范围 下一刻 他只有元神的身体 再次多了肉身 只是这个时候 他的修为几乎跌落到底了 多谢道友相救 无量公主 第一时间向来人躬身失礼 语气中充满了尊敬和感激 敌酒心里却是大海 他还从未见过 有人仅仅是一巴掌 就撕碎了 他开天笔的戒子 这还不算 连他天梭刀的规则刀势 也被直接拍碎 要知道 他自从感悟了盾趣的 一 然后明误了自己的规则刀后 他的天梭刀 已经到了无招的地步 大多数时候 都无需去追求那种刀势神通 任何一刀劈出 都可以聚集当时的天地气势 化为最强的刀势杀一来 可就是这样 也是被眼前这个人一巴掌 轻轻拍碎 敌酒就是白痴 也知道 刚才那一巴掌 拍碎他的剑 和刀势救下无量公主 只是对方随手为之罢了 敌酒的目光落在了对方身上 全神戒备 同时准备随时顿走 至于施展轮回桥 和岁月二张机 敌酒想都没有想 因为他肯定 施展出来了 也是枉然 这家伙是一个胖子 或者说是一个肥胖的行者 犹如肥猪一般的脑袋上 还估着一道银圈 大堆肥肉的下巴 就好像猪的脖子一般 肉块堆积着挂下来 说话的时候 眼睛眯起 就好像心情很好 一直在笑一般 眯起来的眼睛 几乎要画成两根 极为细小的黑线 阁下就是肚布 敌酒试探地问了一句 他实在是想不到 除了肚布 还有谁有如此强大和可怕 肥胖的行者 眼睛依然是眯着 呵呵 看样子 你很害怕肚布啊 你放心 我不是肚布 不过 我也在找你 你运气很不错呀 哪里找到的开天笔 这东西失落后 我也找过 就是没有半点消息 没想到 竟然能找到 要的 硬是要的 肥胖行者 说到这里的时候 敌酒隐约感受到 虚空的规则 有了些许的变化 他又不是特别确定 无论是不是确定 敌酒就当成有了 如果不是 他一直警惕着 眼前这个肥胖行者 他绝对感受不到这种变化 无量公主暂时杀不掉了 不过也不用担心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的肉身 也被他轰了 现在想要恢复到 之前的层次 没有个许多年 他办不到 这个肥胖行者 不是肚布 对方说话的 口气似乎认识肚布 可见 此人就算不是杜布 也和杜布 有极深的关系 我一直没有想明白 你是如何借助 回首菩提子 骗过杜布的 肥胖行者 对敌酒似乎 没有半点敌意 语气依然是漫不经心 眼睛也是带着笑意 敌酒连回答 都懒得回答 天梭刀随手 劈出一刀 然后规则 顿数斩到了极致 咔嚓 明明是虚无的空间 敌酒也没有感受到 任何介意所定的虚空 敌酒 这一刀之下 偏偏传来一声咔嚓声响 似乎有什么东西 被敌酒撕开了一般 敌酒背后突兀出现了一层 冷汗 要知道 他刚才那一刀 仅仅是要给肥胖行者一个提醒 将来小爷还会还一刀回来 没想到他这一刀 竟然破开了 这肥胖行者的锁定介语 这肥胖行者 什么时候构建的锁定介语 他半点也没有发现 他只是隐约感受到 周围空间有些变化 没想到对方已经构建起来了 锁定介语 这家伙 还能不能走得掉 或者说 他再多说几句话 他还能走掉 此刻敌酒来不及想更多了 他的顿数是越来越快 规则顿数几乎发挥到了极致 眼前这个家伙不是肚 不就这么可怕 一旦是面对步步 他还有对话的资格 不到第三步 绝对不能再见 这些变态强者 他还太嫩了 这些老东西嘴里笑咪咪 心里最腹黑 看见敌酒顿走 肥胖行者一皱眉 随即黑黑一笑 厉害 的确是厉害 嘴里 虽然这样说 脚下并没有跟着敌酒追上去 道友为何不追上去 无量公主疑惑地问道 肥胖行者 又是一声 善哉善哉 然后才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的实力远胜于他 不过以我的顿数 想要追上他 那还差得远 况且我这个人太懒了 追来追去多累啊 无量公主心里鄙视 却没有敢再问 只要又抱拳说道 扶无量多谢道友相救之恩 若不是道友相救 我 恐怕早已生魂俱灭了 嘴里在 感谢 心里依然在骂着这个肥胖家伙 这家伙 显然可以早点出来救他 这家伙 偏偏在他肉身被毁的时候出来 显然是故意的 肥胖行者 又是嘿嘿一笑 不用 感谢 不用感谢 只要你不诅咒我来晚了 让你肉身丢失 我就开心得不得了 无量公主心里一跳 赶紧说道 我夫无量 岂是如此诸狗不如之人 道友相救之恩 夫 无量铭记在心 他心里搜长瓜度 却始终想不起来 这个胖的是什么人 按理说 能从敌酒手中 如此轻松将他救下来的 绝对不是无名之辈才是 而且对方也认识杜布 重要的是从敌酒和对方的对话中 他也听出来了 杜布竟然真的没死 肥胖行者一百手 无量道友 我救你 只是有些事情想要请教而已 不知道 道友可否和我一起 寻一个安静地方 坐坐 喝一杯清茶 无量公主心里立即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这是要让他将造化之门中的事情 全部倒出来呢 现在 形势人家强 自己的小命 也是对方救的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仅仅是十数个呼吸时间 敌酒就知道 那个肥胖行者并没有追上来 尽管知道对方没有追上来 敌酒依然是半点都没有放松 速度是越来越快 肥胖行者没有追上来 那因为他不是杜布 一旦杜布知道自己的消息 恐怕是第一时间就来追他 第三步 他什么时候才能跨入第三步 感谢观看